後面把它串接在一起 所以前面是一個字串 後面如果我本身是String 那就不用再轉型 如果你要多持一卷 我想說老師 那我不確定 我可不可以在 本來就是已經String 那我在包一個String會怎麼樣 其實好像也不會怎麼樣 他怎麼樣 就還是一樣正常輸出 所以已經是字串在轉型 還是字串轉字串 還是字串 不會因為轉的字串變別的 另外的話 我們比較特別的 可能這個是一個List 那特別注意 這個1、2、4是INT整數 可是3的話是一個文字 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取得 因為你會發現 這邊是整個把這個清單 整個List出來 全部列出來 但是如果我今天只需要什麼 其中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只需要1的話 那我要怎麼抓呢 特別注意 這個List的形態 非常的重要 因為以後會用到的機率非常的高 如果我要抓1的話 記得 請你在這個 X4的變數後面 加上一個什麼 中瓜糊 告訴他說 我要裡面的第幾個 他的編號一定是從0開始 所以我今天要第一個的話 請輸多少 輸入0 好 然後呢 這個String 這個一定要轉 因為他抓過來 會把1帶過來 它是一個1的整數 如果你沒有加 他一定出現錯誤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他把1抓過來了 有沒有 那如果我要抓什麼呢 抓3好了 那你可以抓 這輸入多少 2嘛對不對 特別注意哦 因為他抓過來 它是一個什麼 文字 所以其實哦 如果你不加這個的話 會不會正確 如果你外面不要轉成 自串的話 會不會出錯 會嗎 猜猜看 不確定 其實 理論上應該是不會啦 為什麼 因為他自串放過來 就是自串了嘛 你幹嘛轉 OK 所以直接把它執行的話 理論上是應該是OK的 有沒有發現 他就把3帶過來 有辦法 應該可以 懂我的意思啦 OK 所以哦 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哦 取哪一個 List 可以用中國阿弧編號裡面 來表示 其他的話 當然呢 如果說你不確定 某一個變數裡面 它的型態是什麼的話 你還可以用什麼 用Type的方式 比如說我把Printer 後面加一個Type TYPE 這個Type指的是 就是我想要知道一下 這個 X4裡面 它是放什麼東西 X4 我跟你講 放什麼形態 它回來應該是什麼 Type 特別說 它回來 它會告訴我裡面是放的是一個 List OK Klass 反正就是一個List的一個 形態 如果說我今天放一個 X1的話呢 它Printer出來的話 它會給我是一個String 有沒有 所以有時候 假如你不確定說 那個變數裡面到底放什麼的話 你可以藉由什麼 用Type的方式去 所以哦 如果你今天什麼 Type 這個X4 然後中瓜 5 假如我今天放這個2好了 它這個有沒有辦法 試一下 OK 理論上應該它會幫我把String 有沒有 帶過來 告訴你 如果你不確定 它裡面第三個是什麼形態的話 理論上如果你把它放0的話 你會發現哦 同一個List裡面應該放不一樣的東西 有沒有 INT了 所以以後呢 假如你不確定說 哪個變數裡面到底放哪一種類型的資料 我不確定的話 那你可以用Type OK 那Type判斷完之後就用邏輯判斷 如果哪一個 比如說哪一種形態跑哪個地方的程式 你就可以邏輯 所以下一次上課的話呢 我們就要跳到什麼 邏輯判斷 因為任何程式在VBA也是一樣 VBA我們的第二次上課就講邏輯 邏輯裡面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 因為程式裡面基本上一定都會有邏輯判斷 那邏輯的話當然有區分成一重兩重多重 那我這邊直接把那個 最後我們要寫的 欸 假設我要寫什麼 請輸入一個什麼 執行的話 請輸入年齡 假設他是15歲 Enter告訴我他是未成年 有沒有 那如果在執行的話 假設是32歲 Enter他是壯年 所以呢我這邊有一個邏輯規則 什麼規則呢 如果小於18歲未成年 如果呢他是大於等於18歲 但是小於等於30歲的話 青年 31歲到65歲 壯年 那65歲 所以這個你可以寫什麼 Else if H應該是大於65 或者用Else 因為剩下來的沒有了 所以你可以寫成Else 老年 OK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所以待會也許還有點時間 你們可以試一下 在New一個 什麼呢 新的Module Module名稱呢 也許叫什麼呢 叫H 好了 H 裡面的話 請各位呢 試著 試試看 因為邏輯非常重要 那 只是說呢 這邊我需要讓他輸入 所以呢 我這邊可以 先給一個變數叫H 特別注意喔 H如果我要讓他輸入的話 請你什麼 輸入一個叫Input Input 請輸入年齡 他就跳出來 不過特別注意喔 Input 他幫你輸入的東西 你若輸入15歲好了 他實際上Input一定是雙引號的 也就是Input 帶過來的一定是自創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就是要怎麼樣 在外面把它轉成Input 或者是年齡應該沒有點幾的啦 如果他有小數點的話 你可能這邊就要改成Float 有小數點是Float 應該沒有人輸入 我今年18.5歲 有這種東西嗎 有 有嗎 身高體重也許有啦 年齡還有什麼點幾的 OK 那這樣的話他就幫我把資料 帶到H裡面 然後呢做邏輯判斷 那特別注意喔 if 他的邏輯後面一定有個冒號 那在VBA裡面是用Zen的 不過在Python裡面是用 那個什麼用一個冒號來表示Zen OK 到底差不多 那else if呢在VBA裡面就是E-L 那它叫E-L 少SE 有沒有 所以這個邏輯差不多啦 只是說你可能要慢慢習慣 他的語語法表示不太一樣 中間一樣用AND 然後大語等 這個好像一樣 有沒有 一樣加一個冒號 那Print 這個請各位 這個剩下一點點時間 也許稍微了解一下這個邏輯 因為這個邏輯 如果假設你能夠很快的把邏輯寫出來的話 那以後你要撰寫 那個一個一個簡單的程式就會越來越簡單了 只是說呢 目前你會發現 老師可是這只會問我一次 如果我想要他繼續再跑第二次的話 他就停掉了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能夠讓他多跑幾次 多跑幾次 那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讓他重複跑 就要想到回圈了 不過我們按部就班 反正這個我想VBA以前都有講到 我還是先講邏輯 然後Fall回圈再把它加進來 或者Fall回圈再加進來 那他就會一直跑了 後面也許再帶一些 像小遊戲之類的吧 所以後面還有加到一個什麼 剪刀石頭布 我有範例題 如果呢 請你寫出一個剪刀石頭布的遊戲 跟電腦玩的話 怎麼做 不過這邊可能會需要Random 用那個亂數跑 電腦幫我跑剪刀石頭布嘛 然後我也剪刀石頭布 比比看 我跟電腦比到底誰輸誰贏 不過講來好像邏輯就很複雜 可是Python 要怎麼把這樣的程式寫出來 OK 其實這個程式以前是在Java裡面寫的 我只是把Java邏輯搬到這邊來 其實一模一樣 OK 後面還有蠻多題的 我想請各位 回去有空的話 可以先試著把 我放在雲端上面的講義 跟雲端白板的練習題 回去 先試做看看 這樣的話 我想我們後面的進度 就比較可以再加快一點 不然的話 可能就是 理論上我們還是會有一個 基本的進度啦 不過 後面 都會是在 基礎慢慢的疊上去 有點像爬樓梯啦 一層 所以今天我們爬到一樓了 再來二樓三樓一直往上 你會發現 哇 越後面 看到的風景 越漂亮 越來越有成就感 不過特別是一定要回去練習 OK 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這一題 我剩一點點時間 再試做看看 好了 我 我 你 你 你